今天寒流是逐漸的南下 在北部及东北部气温已经明显的偏冷 中部地区因为上午的降雨的关系 所以也是有点凉意 其他地区预计在今天会是逐渐的降低温度 今天在台湾各地的温度会阶梯式的下滑 所以在越晚是会越冷的情形 预计这波寒流会持续到24号 所以在24号之前都要留意会有低温的情形发生 今天在清晨的时候是有一波水汽移入台湾 主要造成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会有比较大范围一点的降雨 但是降雨的幅度目前是没有到偏强的状态 那预计在南部地区也是一样 有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在降雨预报上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的降雨预报图 那今天水汽因为偏多的关系 所以其实全台都会是 有可能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发生 尤其是在台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 可能降雨范围会比较大一点 金融北海岸可能累积的降雨数目也会比较多 那预计在今天的晚上或是下午开始 水汽可能会有稍微减少一点的趋势 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降雨 那到了22号开始 会是另外一波的华南与与区东移的关系 所以会造成台湾地区会有更大范围 尤其是在北部及东北部 或者是在中部的山区 我们目前看到降雨趋势图也可以看到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累积的雨量 所以尤其大家要留意在22号及23号 华南与与区东移的情况下 降雨范围其实会比今天还要再来的更多一点 那预计到24号开始水汽会逐渐的减少 在24号的累积雨量图来看呢 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 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 那中部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部平地的部分 可能已经开始在转干 那预计到25号之后 会是一个更偏干一点的天气形态 但是温度分布图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在24号之前都是受到寒流南下影响 所以温度都是比较偏低一点的 红色线是北部以及东北部 橘色线是华东 蓝色线是中南部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从今天21号开始 整个全台湾的温度都会开始下滑 尤其到了23号及24号的清晨 会是在最低温的情形 那在这个情形下 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东部的 平均的普遍的低温 都会是在7度到8度左右 那如果是在沿海空旷地区或者是近山区 可能会在低1到2度 所以要请大家留意在低温的情形 那尤其是到25号之后 虽然寒流是逐步的减弱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白色线是20度的等温线 但在20度的等温线可以看到说 以北部地区来说的话 25号之后 其实高温都还是没有超过20度 所以在逐步减弱的情况下 其实在白天的温度还是会比较偏凉一点 所以请大家要留意 虽然寒流已经在逐步的减弱当中 但是还是蛮冷的 那如果是以中南部来说的话 可能26号之后的高温 就已经有超过20度以上 寒流影响的期间其实是非常的长 会持续到24号 那之后的寒流减弱的情况下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温度偏冷的情形 所以还是要留意在保暖的工作上 要多加留意 那再来就是21号到23号 水气偏多 尤其又是寒流的期间 会是比较偏湿冷的状态 所以要请大家留意 那最后就是在冷空气影响的期间 刚刚说到的空洪地区 风力都会比较偏大一点 尤其在22号到24号 北东沿海的长浪 都会有可能会发生 尤其是在金融北海岸东半部 寒南与绿岛 是主要发生的地区 那以23号来说的话 刚开始的冷空气 逐步南下的状况下 所以在北部的沿海也是有机会会有长浪发生的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随着北方的西伯利亚冷高压的强度 持续的增强当中 要提醒长辈朋友跟心血管疾病朋友要注意哦 因为在温度的形态来说 跟昨天的礼拜六可就截然不同了 昨天是温度刚开始降 今天是温度降的幅度明显 明天的话是一整天天气寒冷 最冷的时间在周二到周三 而到了礼拜四的时候呢 气温才会开始上升 所以这一波寒流的影响时间呢 有长达将近三天到四天的时间 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哦 从云图上面 我们可以注意到整个云层的发展 在台湾上空北边有云带通过 你们看到这里是华南云带哦 这里有些云层 这里绿的这块呢 就是属于北方的这个强冷空气了 所以在我们台湾上空 就因为华南云带的东移之下 今天的时候有局部性的降雨的状况出现 在目前的雷达上面来说 外海有一些零星的云层 在由西往东走 当云层进入就有局部的短暂雨 那另外东半部地区 因为近地面吹着强的天北北东风 所以呢海面水气 竟然也有局部的阵雨出现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 湿的感觉有三天的时间 周日周一周二 所以呢前半段的寒流属于湿而冷 后半段的寒流属于干 干就天气晴了 好那我们再来 我们就来看一下整个天气分析图了 从这个天气分析图上面 我们可以预测图上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现在的今天的晚上的时候呢 北方的墙冷空气 源源不断的南下 冷空气持续的增强 有没有注意到 这高压蛮强的哦 整个主高压开始南下 今天晚上开始就是冷气团影响 也就台北市晚上低温低到14度以下 礼拜一的时候 寒流开始笼罩 北部的低温到了10度 那礼拜二的时候呢 寒流的强度增强 分裂高压下来进入华中的位置 风向还是吹着偏北风 所以周二晚上到周三 我们温度最低 有没有看到 周三还是在这个强冷空气影响 到礼拜四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高压系统东移进到了上海 所以在礼拜四的晚上 接近午夜以后 高压东移了 礼拜五的白天 随着高压进到了东海到黄海中 风场开始变偏东风 气温上升 那到了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的话 高压出海温度上升 那当然天气形态来说就要转清 可是可以注意到 另外有一个小的高压 所以这个就是弱东北风了 今晚的最低温 注意哦 今晚的最低温几度 13度 也就是礼拜一的早上 最高温13度 礼拜一晚上掉到10度 礼拜二的早上高温剩10度 礼拜二的晚上剩9到8度 礼拜三的白天温度上不去 礼拜三的晚上 仍然数字在个位数 礼拜四的气温才会开始要上升 所以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最冷的时间在周二跟周三这两天 但到了北部地区云层多 中部地区呢 在周一到周二 华南云带的影响云层量也会增加一些 温度状况还是还冷哦 晚上都是在10度以下呢 而到了我们来看 南部地区的一个最参考值的地方 在嘉义 嘉义在周二周三的晚上呢 就大概只有在9度左右 那如果辐射冷却 也就周三天气晴的话 温度状况会变得更冷哦 而到了南部地区的高雄呢 高雄的朋友也要注意 这波寒流影响在周二到周三 晚上也只剩下11到12度哦 所以连南部地区的温度也都冷嗖嗖 好提醒大家第一个注意 沿海风大 海边城镇朋友 骑车要留意 第二个 山区温度低 山区朋友要保暖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 只有3500公尺的高山 有一点降雪机会 到了明天晚上的时候 倒是在3000公尺有 周一晚上到周二的时候呢 相对的在这个 天气 明天晚上就周一晚上 周一晚上到周二是3000到2500公尺有机会 周二晚上到周三的话呢 2500公尺以上有机会 可是要注意哦 水气可能也要开始减少 接着礼拜三以后 转为一个干而冷的天气 好 寒流现在这个时候 正在逐渐的南下 提醒大家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